好 这边PK开始 诶 真的如我所说 观战方这边是钓鱼岛 对战方是珍宝格 观战方一把风阵 对面虎阵 而且虎阵的话 双雾里三弓启用了化身四 这把的话 我觉得钓鱼岛 现在是可以说场面上是非常的 非常的艰难 对 只不过场面上的话 这个双尸陀啊 真的 这个珍宝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东西 好久没见到一个珍宫了 有没有大家就感觉在推化三 不过观战方的一个法系 开局也是发挥的比较亮眼 也给对面的一二术造成了 比较高的一个伤害 对 对面的开局也是有这个散热宠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局面 一个三爆 一个二爆 幸好这边应该是能扛得住 但是一个加上金刚虎阵大客的一个双雾里 再加上它对面还有这种 对吧 女拔木 双蛇 特别是珍宝格他的一个蛇 有宁光链彩再加龙魂 所以说的话 这边能不能坚固得住 就是说去控制对面输出 以及轻舌 这个两个环节 这一把我们还是要看 对面施托领的 看是不是能同时起飞两架飞机 我有点单一性 钓鱼岛的一个血量的问题 是的 以及观战方这边 他刻意用了魔王 放在了风头位 这个就是预示 就是说他会 肯定是才对面会上女拔木的 他就把这个魔王放在了风头位的话 就会比女拔木快 也就是说你出这种隐身舌卵的时候 对吧 我这边魔王再是可以去针对的 如果有牛静的感知情况下 对于观战方来说 无疑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拿到了场上的一二术 以及辅助的一术 这把金刚真的是非常的华丽 而且这一把的话 天机城也是针对一些对面的一个攻的杀人宝 就是个人宝宝 嗯 两个野兽 对面双石脱领同时起来野兽 这个数据的话 带着金刚的话 脸着就是不敢想象了 是的 其实这场PK 就看观战方这边 这个天机城能不能有效地去抑制对面的输出 你看这种 速度又快的一个善恶 真的是如果说运气不太好 出了恶爆的话 观战方其实这边挺难受的 而且对面也能预知到 他可能要压制他的一个杀人宝宝 只把这些三恶是派的观战方天机城 这并不 这样的话是并不降伤害的 对 而且其实施陀领的话 他也不太依靠这种血量去输出的一个门派 所以说观战方这边 能不能给对面造成麻烦 这个魔王得看 我们看打破平衡的一把大死亡要出现了 还好就是说这一把的话 观战方血量还是能维持得住 而且还有一个速度的存在 对 幸好也是刚开局啊 没有迅速的倒地 要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三宫这个阵容 一旦有人开始倒地 特别是这种大死亡 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你没办法去逆转 对 很难的 而且对面场上的三只公宝宝 杀人的公宝宝好像不是特别好牵 对 我们看一下观战方 女儿村的一个发挥 飘动了对面的一个方式 然后赶紧的话 这个武装官抓紧时间放下一下 这手的话应该是防一手波兰了 没有套中 波兰波起 看一下对面啊 有没有继续针对 其实他的两个石头领 以及还有女拔木可以出手 再加上有善恶啊 哦对面直接选择起飞机 我们看伤害 呃好像还这个伤害还是可以的 大客啊 而且加上有提气 还有金刚 是 如果飞两波过来 观战方这边貌似有点扛不住啊 骨头位6800 宝宝掉的太太太太快了 包括人物的血量你看 如果女拔木对面应该是没有仪式啊 咱们看一下 一把飞机的话血量就已经过半了 是 而且好像 好像天机不坦能顶上血 哦 现场的观众也是太没关止了 这个伤害 你看幸好他是没有怨灵 要不然秒过来 双风要倒 但是现在的话大手往倒地 呃 好在是说绳了一只宝宝 看看能不能把对面这一波宝宝顺利的给清一清吧 嗯 这连真的是百花齐放 双尸陀 单回合 直接三个人物单位直接倒地 对 看一下有没有杨护 杨护虫出来以后 感觉回合时候还是不太过嘛 因为需要出两只杨护虫 观战方天机城才能起来 是他是单回中人 然后下一回就立马被点倒了 对 根本扛不住这把大客 对面的女拔木已经拉出怨灵来了 观战方最不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啊这个善恶宝真是太凶了 太凶了 而且其实对面其实也是抓中 现在的一个打法的心理嘛 呃都是这种呃 抢速度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大家的一个变卡啊 以及属性可能都会偏极限一点 特别是你碰到这种 三公大客的时候 根本没有没有没有办法去扛得住这个伤害 对对面可能想法就是 一零五短关的星空望月 以化妄式的水清以及提呼观点 保证输出同时出手 好这样我们看 首先拿到了大客 在其次的话 这把出手也比较顺利 所以说导致观战方现在 非常的非常的被动 对很久很久没有欠过这种 其实好像这也是呃 在武神堂上面对战方 流入珍宝的第一次使用 使用这么一个三公阵容 嗯 双师说领啊 双师说领 呃本来说这个 现在来说都是 一般是以212 这个双风系的国标阵容为主 这把阵容也是非常的亮啊 然后抓到了一把大客 直接一个大手上把虚血拍掉 那么这把飞过来之后 相信是加战风和狼烟 应该是寸草不生了 呃可能就隐身宝宝 能勉强的扛一下吧 对 还有仆陀可能能勉强扛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 场上单位点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是 宝宝又飞掉一只 相信没有人能想得到 对面位上双师头啊 像暴力打换三一样 一个快速推掉对战方 观战方 呃 观战方神又一只宝宝 我们看一下 就期待有没有 比较奇迹的事情发生吧 呃 据我所知观战方 是不会有戴此行啊 这类的一个科技的 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带这个特技的只有前堂江鱼家 但是前堂江在早上的话 已经是遗憾的给输给了紫禁城 呃 好像这边鱼岛可能就是 哎 宝宝直接满血跑 好像是有放弃的想法吗 是 呃 这边的话 打得很快比赛 第六回合 真的是令人窒息 呃 而且对面场上的一个宝宝 他首发带了直接还有一个 就是呃 归宿的一个体系的耐联宝 导致说观战方的一些壁垒宝宝 是不太好拉起来的人呢 是 我们看 鱼岛其实他们在经过对吧 打双天机城之后 其实他们对打双天机外 还是比较有这个心得的 但是没有扛过这波双丝托领啊 这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